親愛的讀者大家好,我是孟穎 今天想要鼓勵新手麻麻們 我覺得真的辛苦了 我們在一個全新的生命的身份跟季節裡面 我們經歷許多的不懂 但又經歷了好多生命的擴張 或者是身體的疲倦 我覺得這個過程裡面 神好像要透過我們重新去學習 面對我們自己生命的軟弱 或者是如何來依靠上帝 面對一個新生的生命 好像神就這樣的信任我們 把它託付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那我覺得在成為新手麻麻的過程裡面 我自己在信仰當中也會有一些掙扎 但想要鼓勵你媽媽們 不離開神 那我想跟媽媽們分享 在照顧孩子的過程裡面 我自己很得著益處的經文 在真言書十四章三十節的前半段 就寫到心中安靜是肉體的生命 我好像就相信了這個話成為我心中很大的力量 我覺得那份安靜從神來的平靜很穩住我 以至於我慢慢的經歷在我很憤怒 或是失去耐心 甚至有些時候就是煩躁或是找不到方法 或是孩子的躁動影響我的時候 我真的都求神先安穩我的心 我覺得當自己被神穩住 孩子好像也就會慢慢的也得著安穩